老干爹宣布夏季赛第一轮 中路九尾应并暂离赛场 但实力依旧不会变弱 下赛季老干爹的首发应该是剑月 应该是剑月 我觉得下赛季老干爹进S的 好吧 下赛季老干爹这个配置应该是能进 因为老干爹这个赛季沉淀的还不错 好 AG稳进前三 狼队中野才是队伍的关键位置 北升分析夏季赛大名单时给出评价 PAT在KPL运动会称 AG集体跳升项目最大爆 三分钟失误十次让姚绳奶茶崩溃换人 但终究还是未拿到名次 被队友四脚朝天抬出场外节目 效果拉满 不过在AG的所有项目中 却只有奶茶和猫神 分别拿到了投篮和投虎两个继军 也是全队唯一的二 另外九尾传出坏消息 在运动会结束后 俱乐部发文宣布 九尾阴病暂时不会首发夏季赛第一轮 预计第二轮第一场回归 同时本人也做出了回应 也算辟谣了猫神调侃九尾 因犯错无法首发的消息 不过就算替补剑月首发 北升依然看好老干爹 有真S组的实力 我觉得下赛季老干爹进S的 好吧下赛季老干爹这个配置应该是能进 因为老干爹这个赛季沉淀的还不错 而且他们解决掉了自己中轴线上面不够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之后 这个赛季上个S问题不大 如果真是这样 九尾压力巨大 原首发有客观原因不能首发 导致最终沦为替补的领剑不鲜 与此同时 狼队一笑对游戏理解很强 担任狼队主教练 队伍实力似乎变化不大 只要中野稳住不出岔子狼队 跟AG一样 稳前三没有问题 就是狼这个配置其实没什么毛病 我觉得你们也不要觉得腰刀出走了之后对狼有多么大的影响 狼这支队伍 只要中野在 这支队伍其实整体框架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动 就是整个队伍的强度 整个队伍的框架不会有太大变化 好吧 我觉得下赛季狼就是保底前三 而对于AG的分析 北升严谨一概 主打的还是太强没变化 没什么可说的 但得到两点建议 多一些稳定和沉着冷静 奶茶宝还是没变 AG是维持现状 这个没啥聊的 好吧 AG很强 AG很强 维持现状 这个就没啥可说的了 我觉得 多一些稳定吧 多一些稳定 多一些沉着冷静 总之AG狼队和KSG 依旧是夏季赛三军头 下面微博老干爹 涛博和TTG争取S组其他位置 至于新加入的JDG和K甲的TTL TCG 就要看赛场上的发挥表现了 那么对此 大家觉得老林带领 JDG能走多远 你对三巨头 有什么不同看法吧